实在先生 这里一共是400辆汽车 每辆装有5亿现金 一共是200万亿现金 刚才你不是很嚣张骂我是东亚病夫吗 怎么现在就知道求饶了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讲道理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拿出1万万亿为你刚才说的话道歉 这件事情就自作吧 第二 咱们两个赌一把 你赢了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 那如果我输了呢 刚才你不是要把我的命根子剪下来喂狗吗 现在我自然不能放过你了 你输了的话 我就把你的命根子剪下来拿去喂狗 怎么样 兔狗 这样是不是很公平啊 巴嘎雅路 你要我选我就选 老几一个都不选 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兔狗啊 你错了 不是我要拿你怎么样 而是你刚才所说的话 让我这些兄弟们很不高兴 他们可不跟我一样是有文化的人 万一他们一激动群起而攻 你可如何是好啊 我知道你很能打 不过你能打得过这5000人吗 看来兔狗先生对我存在很大的误解啊 既然如此 兔狗先生请自辩吧 兄弟们 这个兔狗三郎骂我们是东亚病夫 你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好既然兄弟们已经有了决定了 那就动手吧 兔狗先生我错了 是我无忌 您刚才不是说又跟我赌一场吗 我跟您赌 我跟您赌 你看我的这些兄弟们现在这么生气 我还怎么能安心跟你玩呢 这样吧 你先让我这些兄弟们的气消了 咱们再说之前的事情吧 兔狗先生我愿意出一千万请你的兄弟们喝个茶 不知道您的这些兄弟们能不能消极 兄弟们 三郎说了要拿出一千万来请你们 这五千人喝茶 你们同意吗 看着情况我这兄弟们是嫌你的钱有点少啊 兔狗君你是不是在加点 兔狗先生我再加一千万 您看可以吗 兄弟们 兔狗又加了一千万你们同意吗 兔狗君 你看我这兄弟还是不同意 这个怎么办啊 兔狗先生 我再加两千万这种可以了 我说你们软银集团 可是市值两百万亿的大集团 你又是你们家族最受宠 最有钱的一个 你就不能大方点 一次到位嘛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喊可是很累 一个亿 兔狗先生我出一千万这种可以了 小王啊 把咱们八天酒店的post集拿来帮兔狗君刷卡 记得把这些钱发到每一位兄弟手中 好的老板 我一定会分发到每个人手中的 今天在场的五千位兄弟 每人两万元 来 咱们多谢老板的发的奖金 发卡 明明是我给你们的钱 怎么就请你们老板给你们发的红包 喜山先生 您看现在您的这些兄弟们气也消了 咱们就按机前说的赌一把 我赢了您就放过我如何 车绕来绕去又走到这里了 害自己白白损失了一个亿 兔狗先生 你说何必呢 杀人出心啊 十三老板实在是太高了 看来今天这个小日子要被他玩坏了 兔狗 既然你求着要跟我赌一把 那咱们就赌一把 说吧 你想玩什么 兔狗先生 您就跟他比钱多 他就是一个捡垃圾 送外卖的 就算他有这个什么连锁酒店 也不可能有你们软银集团 这么高的市值 赌谁钱多问盈 修卡 还是你小子聪明 我软银集团 就是放在这来信也是数一数二的 看在你这么机灵的份上 我离开的话 会跟华国人说下 带你一起离开的 嗨 多谢兔狗君 只要这次你带我回去 我一定会让我父亲 把核废水的处理权限 全权交给软银集团的 游戏 万兆君 看来你比你爸爸聪明多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安传的 回到我们小弟子 我说你两个在那里 弟弟姑姑没完了是吧 别怪我没告诉你 我这些兄弟在这太阳底下 可是很容易烦躁的 一旦烦躁 那小脾气蹭蹭的就上来了 到时候 可就不是一个 异能解决的问题 直三先生 我决定了 我要跟你比钱多 咱们谁的钱多 就算谁赢 每个人 只有一次展现的机会 只要是拿出来的钱 没有对方的钱多 就算输 怎么样 十三先生 你敢接受吗 跟我比钱多 他们两个恐怕是个大傻子吧 不说我金库中的钱 单说 我银行卡中的钱 就有差不多9000万亿 说是不会输了 不过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小日本的钱 忽悠到我手中呢 有了 吐狗先生 我同意这场比试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咱们比试 必须要用现金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作弊嫌疑 游戏 没问题十三先生 我也同意 去银行取钱的时候 正好可以开溜 这个华国人 还真是愚蠢 兄弟们 图谷阁下对我们这里不熟悉 取得钱多又不安全 咱们兄弟说点累 今天图谷阁下走到哪 你们就跟着 直到他赢了我为止 华国人还真是卑鄙 图谷阁下开始筹钱吧 咱们这场比试 只有两个小时 希望两个小时之后 你还能保住你那个地方的东西 万教军 咱们奋斗行动 你去银行 把我银行卡的钱 全部取出来 我去找那些 我们软银占华国的企业 让他们把手里的现金 全部拿出来 图谷先生 两个小时已经到了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万教军 这是我从企业那里 拿到的300亿现金 现在请你把你 从银行取得拿出来 图谷军 银行那边 一分钱都没取出来 我到银行之后 工作人员跟我说 银行的现金被取完了 要想取的话 只能等明天了 我跟银行特意交代了 今天日本人 所有大乐趣款 全部暂停 你们能取出来 钱才怪呢 那你 银行的现金被取 滑下这是什么破银行 在我们导过 就不会出现这种细心 还真是垃圾 有这300亿 估计也能金钟 赢了这个送外卖的 图谷军说的是 他就这么一个破连锁酒店 想来也不会有多少钱 这300亿 足够赢这个送外卖的了 图谷先生 你只有这么点吗 如果只有这么点的话 估计你就输了 要不要再给你的机会 让你再加点 我这张感有一百万亿 不过是你们华国的银行 没有钱了 我举不出来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 图谷先生 这确实是我们华国银行的问题 不过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 你如果愿意把您的一百万亿 存入我们国家的安全账户 我已当你那钱是现金 怎么样 我觉得用不着了 这300亿足够打扮你 我不觉得你能有这么多的钱 好 既然图谷先生觉得自己能赢 那我也就不多说了 那就让你看看 我能拿出多少现金吧 还好这个图谷没加这些钱 要不然我肯定输了 瞧都嘛的 图谷先生 听他的意思 好像能拿出来的比咱们的多 我看您还是把这些钱一起加上去吧 要不然输了你的命根子都保不住了 毕竟钱没了能再赚 他没了可就真没了 德西 你说的有道理 西山先生请等一下 我要把这些钱赚到安全降落 我这臭嘴 我这臭嘴 真是不争气 不说我不就赢了 图谷先生啊 要不然你还是不要赚了 十三先生 你们华国人是最讲信用的 说话要算话 刚才你已经同意 让我把这一百万亿转入安全账户 也算是现金的一部分 你怎么能出而放 那好吧 谁让我们华国人最讲诚信呢 那就来吧 叮 你尾号为3708的银行卡 成功收款一百万亿 十三先生 我这边一百万零三百亿 就请展现你的财富 土狗先生 这次咱们吻赢了 兄弟们 把车开过来 让这土狗长长见识 十三先生 这里一共是四百辆汽车 每辆装有五亿现金 一共是两百万亿现金 十三先生 这里一共是四百辆汽车 每辆装有五亿现金 一共是两百万亿现金 由于两个小时 时间太少 我们只能装这么多钱了 辛苦兄弟们了 告诉兄弟们 这个季度奖金翻倍 两百万亿 这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软银集团 已经经营了好几十年 现在市值差两百万亿 并且能拿出来的基金 也就一百多万亿而已 可惜这个送外卖的 两个小时内 就拿出两百万亿 而且听那个经理的口气 好像只是因为时间太短 装不上而已 不 不可能 你的这些钱一定是假的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就凭你这一家连锁酒店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财富 这些钱一定是伪销的假钞 你一个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怪不得刚才我提出比试的时候 你还特意提出 只能用陷阱 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假钞 我说你们小日子国的人 怎么都是这德行 那个刚才完赵 是舔着脸上赶着让我打 你更是脸皮厚到睁着眼说下话 真钱假钱 我不相信你脱口三郎会看不出来 愿赌就要服输 更何况比谁的钱 都是你提出来的 我又不会提前知道你要比什么 难道说你 也是我的帮凶不成 帮凶 对 帮凶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刚才完赵 就是你的帮凶 就是他跟我说 一定是你们提前串通好了要害我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 土狗君 你可不要乱说 你是我请来帮忙对付这个捡垃圾的 我怎么会跟他串通呢 那么 请你告诉我这个送外卖的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拿出这么多的现金呢 完赵君 咱们之前不是都说好的 这次把软银集团的资金 要一次性做干净 然后你安排其他企业联合打压软银 要软银在一个月之内彻底垮胎吗 刚才完赵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土狗君 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他忽悠你的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反目成仇 他好做收鱼翁之力 你一定要相信我 没想到 这个刚才完赵把我划过的文化学得还挺通透 看来 要再加一把火了 完赵君 现在土狗的一百万亿 已经转到你父亲的银行卡下了 可以跟他谈 刚才完赵 我不也问你来帮你 你却在我背后捅刀起 既然如此 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吧 土狗君 他是诬陷我的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反目成仇 土狗君 你冷静一下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你转到安全用户中的钱 先想办法取出来 土狗君这一切 都是这个送外卖的 想离间咱们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我是他的同伙的话 你在把银行卡给我的时候 我就能把这钱取走 然后一走了之 我何必再回到这里 要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呢 完赵君 你不是说像土狗三郎这样的智商 就是当着他的面 把他的钱全部骗走 他也不会知道吗 你还说他也就是出生的 就他那样的智商 如果不是出生在软银家族 都不一定能活过六岁 恭喜你啊 完赵君 你完成了这次的挑战 看来果然如你所说 这个土狗三郎智商差不多为附属 再这么下去 刚摘完赵 一定会被土狗三郎揍的 十三哥哥真坏 不过我好喜欢啊 十三老板真牛逼 三言两语 就激化了两个人的矛盾 以后在十三老板面前 一定要小心点 要是被老板整真一下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 八格雅露 臭送外卖的你给我闭嘴 土狗君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这一切都是这个送外卖的胡说的 我还等着你带我回小日子国呢 我怎么会对付你啊 八格雅露 你不要再狡辩了 刚摘完赵 我知道你父亲 对我软银集团 参与处理和污水的事情 特别不满意 刚摘完赵 我告诉你 和废水处理 和我软银集团 弃债必得 不仅如此 和废水处理完那外的 我们软银集团 也一定会拿到 你父亲那个内阁成员身份 我软银集团 我一定会把他给搞下来 土狗君 你要冷静了 我冷静 你们要冷静 老几现在就跑了 六队打成猪头了 还真是可怜啊 刚摘完赵 我说你就是个欠打的命 老老实实在你们小日子国待着多好 非要跑道 我们华国药物扬威 还想骗我私私家的财产 你以为你想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你 你们怎么会知道的 当时在酒店你说 你是因为我来华国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你有预谋 所以昨天 在你跟全养日子分开以后 我安排人对他进行了亲切的问候 他感动的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 然后就连夜回到小日子国去了 还特别跟我交代 千万不能让你回去 巴嘎 老子回去 一定要他好看 中外卖的他的戏景 跟我没有关系 现在 请把我的两百万亿还给我 要不然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 土狗三郎 刚才的赌约 你还没忘记吧 你是自己动手 还是我让人帮你 巴嘎雅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我警告你们老几 可是一准能打死一头人的 你们谁敢过来 我一定要他好看 真是肖章惯了 就不知道 自己是老几了是吧 还一拳打死一头牛 刚才刚摘完罩 被你打那么长时间 也没被你打死啊 既然你自己下不了手 那就让我的兄弟们 好好帮帮你吧 不 你不能这么做 我可是软银极短三公斤 你敢动我的话 我父亲土狗大狼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心 你父亲这辈子 都不会再见到你了 兄弟们动手 十三哥哥 你不会要把他们嘎了吧 这可是犯法的 万一你被抓了我以后 都见不到你了 十三哥哥不要啊 我像是那样的坏人吗 还真是个傻思思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 要让他父亲这辈子 都见不到他吗 难道你不是想嘎了他吗 让他父亲找不到他的方法 有很多 就比如送他去其他星球啊 思思 我再给你看个大宝贝好不好 十三哥哥 你不会又想让我 做你的小店驴吧 思思可是不做了 实在太可怕了 当然不是了 比这个小店驴有趣多了 小王啊 这些钱 留下三个 一给兄弟们发奖金 然后其他的钱 全部给我拿回金库 交给小七 再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炕上 他们两个跟我走 我的天啊 既然是火箭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这么近距离 接触过火箭 十三先生刚才说 要送他们去其他星球 不会是真的吗 十三哥哥 你真要把他们 送到外太空了 他们竟然敢打 我家思思的主意 实在是不可饶恕 这就算是欺负 我家思思的代价吧 没想到 十三哥哥竟然那么爱我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兄弟们辛苦下 把他们两个 给我绑在火箭上 七头 启动火箭 火箭启动成功 宿主按下点火器 五秒钟后 将成功发射火箭 火箭准备发射 火箭发射场 我不要钱了 我不要钱了 十三先生 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来 华国装兵 五四三二一 火箭发射 十三哥哥 你把他们送到哪里了 外太空啊 让他们敢欺负我私心 十三先生 这是你要的一千万现金 都在这里了 恭喜宿主获得五星好评 积分加五十 目前宿主总计积分 一千六百五十分 宿主可前往积分商城 兑换相应的道具及技能 请问宿主是否前往 算了 不看了 每个道具都要上完积分 技能更是要恐怖的 十几万积分 看了也没锤子用 还不如不看心里痛快 昨天把那两个小日子国的人 送去外太空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哪位大哥大姐 能行行好帮帮我 只要能帮我渡过这次难关 我以后绝对会对你一心一意 绝对不会背叛的 这位小姐 这些卖身旧父 卖身旧母 还有那些手机 被偷了没钱吃饭 这些都过时了 骗人能不能整点新鲜的花样 而且你要的也实在是太多了 五百万 这哪里是我们这些压马路的人 能拿得出来的 是啊是啊 如果你写个三五百块前一天的话 我相信你的生意应该会很好 可是你这直接写五百万 大家就是想帮 也没这能力啊 这位先生请你自重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父亲真的是病重在医院 这是我父亲的住院证明 今天是医院下的最后的通知了 如果今天我不把我父亲的医药费交上去的话 医院就会把我父亲赶出去 我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 各位大哥们 我很能干的 洗衣做饭我都会 今天只要能让我把这五百万拿去 给我父亲缴纳住院费 以后我绝对不会对判的 哟 在这卖身就富呢 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小姑娘长得还行 这样吧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骗子了 我给你一百万 以后你就给我做小三 怎么样 同意的话 我现在就先给你三十万 等你给我一个月之后 我再把另外的七十万 黑哥真是太有同情心了 为了帮助小姑娘 随随便便一出手就是一百万 这件事我一定要记下来 在咱们的生产车间说 上个三天三夜 小得子啊 你黑哥 我做是喜欢低调 记得要少宣传几天 挑那些重点的说 像是类似于小三的关键词 就不要提前了 黑哥 我小得子办事你放心 到时候我就挑那些重点的说 那些不重要的小得子 我也记不住 不错 小得子好好跟你黑哥混 等我副厂长的人命输下来了 那我现在负责的生产车间 就交给你黑子吧 我不要负责生产车间 我就想跟在黑哥你身边 住你的狗 这位大哥 我父亲的病比较严重 不能再耽误了 医生说 今天必须要把五百万交上去 他们才给做手术 所以如果你想让我 做你的小三的话 就要一次性支付我五百万 臭婊子 我黑哥都已经说了 给你一百万了 你居然还不知足 还想要五百万 先不说你这是不是骗人的 就算是你说的是真的 你觉得站在这里的 哪个能拿出来五百万 别说五百万了 就算是一百万 你问问这些个屌丝 哪个能拿出来 那边好多人啊 这种场合 怎么能没有我外卖 小哥也十三呢 过去看看 说不定 现在那边 有美丽的小姐姐 等着我的帮助呢 小姑娘考虑清楚了吗 你是要接受我黑哥 这一百万呢 还是要继续 在这等着那个傻貌富二代 给你送五百万呢 姑娘我说啊 一百万已经不少了 虽然她刚才说的话 我不喜欢听 但是能随随便便 拿出一百万的 真没有钱了 你还是先把这一百万的 住院费交上去 其他的钱 再想办法吧 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 救我父亲了吗 老天爷呀 求求你救救我父亲吧 卖身就负 这是怎么回事 看着姑娘也不像是骗子啊 麻烦让一让 小姑娘你父亲怎么了 你要在这里 卖身就负 我说你一个送外卖的 瞎打听什么呀打听 没看见人家牌子上 写的要五百万吗 你又拿不出来 白白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趁着这会功夫 多送几单外卖呢 小姑娘你跟我说说 是怎么回事吧 也许我能帮助你呢 臭送外卖的 赶紧给我混蛋 这小姑娘我黑哥看上了 价钱都商量好了 如果你敢破坏了黑哥的好事 绝对让你吃不了兜这种 小姑娘你还年轻 未来有大好的前途 如果你现在就落入这种人手里 你后半辈子就废了 你跟我说说看 也许我能帮你呢 臭送外卖的 你倒是说说我是哪种人呢 他落在我手里 怎么后半辈子就火了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来个子丑银毛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是啊是啊 今天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小得子就不会放过你 外卖小哥 你能停下来询问我的情况 可是我需要的五百万 才能救得了我父亲 金额实在是太大了 你还是不要管了 姑娘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我可是很有钱的 五百万在我手里 应该只能算是九百牛一毛吧 我说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还真是能装啊 五百万在你手里百牛一毛 你咋不说 这个蓝星都是你的 赶紧给我滚蛋 不要妨碍我家黑哥办证事 小姑娘 你也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谁能帮你的 趁我黑哥还没有改变想法之前 劝你考虑清楚 要是我黑哥 你会改变主意了 别说一百万 十万块钱你都拿不到 我说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人家姑娘遇到这种困难 你们不帮忙也就算了 还要落井下石 还真是人渣呀 臭送外卖的你 竟然敢侮辱我黑哥 你知不知道 我黑哥可是水果手机车间者 手里管着好几百兄弟 我黑哥随便打个电话 就能叫来几十号兄弟 把你狗头给吹爆了 小姑娘 这个送外卖的 不是说我落井下石吗 那好啊 现在我最多给你五十万 多一分都没有 如果这个臭送外卖的在这里 再叽叽喳喳的话 那就只剩十万了 快一点做出决定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 这送外卖的也是 好好的外卖不送 在这里问东问西 不仅当个自己的时间 还影响了这位小姑娘 实在是居心翡策啊 是啊是啊 如果不是这个外卖小哥 那个叫黑哥的 还能给这个小姑娘一百万 现在好了直接腰斩 这下岂不是更救不了他父亲 外卖小哥 谢谢你的好意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我担心 黑哥他们跟你动手 毕竟他们可是两个人 小姑娘你心底还真是善良 自己都已经落得这种田地 却还是为别人着想 善良的人总会有好报的 我决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这个臭送外卖的 一定是因为这么多人说他 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所以趁着打电话这个功夫 准备开溜吧 小姑娘你是不可能 等来傻子富二代的 五十万你还是赶紧同意吧 小姑娘你等一下 我的秘书马上就把钱送过来 臭送外卖的 就你这样还有秘书 不会跟你一样 也是送外卖的吧 老子倒要看你到底能装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送外卖的 一会你就知道了 十三先生 这是你要的一千万现金 都在这里了 没想到这个送外卖的这么有钱 打个电话就能调来一千万 这不是妥妥的富二代吗 错 大错特错 老子是富一代 那个叫黑哥的怎么样 现在你还要说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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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